各位東森粉絲團隊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柔安晚點名 今天帶大家來到一家呢 今天在網路還有新聞度 討論非常非常高的餐廳 什麼餐廳 就是台灣人最愛吃的料理 應該是說很多台灣人 我自己也非常愛 大家喜歡吃什麼料理 有人喜歡吃滷肉飯啊 有人喜歡吃肉跟麵 有人喜歡吃涼麵 這種 Omiso之類的 這種台灣的小吃 但有人非常非常愛的是 就是台灣的牛肉麵 我自己也最愛台灣的牛肉麵 牛肉麵真的好好吃喔 不只是麵 不只是肉 還有那個湯頭 今天一想到可以吃到牛肉麵 就覺得很開心 沒有錯 我們今天晚上要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傳說中的總裁級牛肉麵 這個總裁級牛肉麵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總裁法呢 今天一開幕 這個新聞跟網路 大家就頻頻的討論 因為台灣人真的很愛吃牛肉麵 所以大家都在討論說 這個牛肉麵不知道吃起來的口感怎麼樣 又號稱說是這個菇重力開的 它試菜試了百次 才研發出這一款牛肉麵 到底是噱頭還是真的很好吃呢 我們今天就透過直播 帶您來解密 更重要的重點是 今天這個商家還開放喔 這個廚房喔 要帶大家來拍攝 廚房又是如何 裡頭有什麼秘密料理 跟秘密的配包 我們待會都會帶大家來看喔 喜酷告訴我們說 可惜我不能吃牛肉 沒有關係 這裡好像也有什麼番茄 什麼肉 不是番茄素肉之類的 看看問問看 待會如果是素食的人 該怎麼辦 有人小流說呢 這個第三代 有人說呢完蛋了 吃太多要變胖了 沒關係 這個減肥的事情 我們就留給明天 今天呢 要好好開心的 迎接今天的晚上喔 因為明天又要上班了 所以我們要吃飽一點 這樣才有讚力 自己越說越興趣 這樣才有讚力 明天上班喔 好不好 好 待會呢我們來看看 今天現場在外面呢 已經有非常多的人喔 引頸期盼都在排隊 等著叫號 因為今天是開幕的第一天 但是相信明天會更多人啊 好啦來看看他的招牌 總裁牛肉麵 Sea Old Beef Noodle 有人說他也好愛吃牛肉麵 這是惠品嗎 我跟你說 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最想最想台灣的料理 就是牛肉麵了 牛肉麵要做的好吃喔 不簡單 不過我們先等一下喔 等這個人員來叫我們 1萬 1萬 不好意思 你先你先 3位 目前現在要等 要等啦 現在要等大概15至20分鐘 好 正義說他不吃牛 莉莉說高雄的朋友晚安 高雄的朋友晚安 家俊說難得介紹美食 因為我們今天呢 要做一個開箱美食 這不是開箱 這個是首次品嘗 我們現在在門口等待 但是已經有1000位的網友上線了 同步在收看我們的直播 可以進去了嗎 可以 一位 一位嗎 大家現在稍等一下喔 今天前面還有市主的後位喔 好 小姐閨姓 我姓陳 陳小姐嘛 對 謝謝 謝謝 現在還要再稍微等一下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非常的期待呢 到底要等多久 但是其實 我剛剛明明就已經先預定了 他還跟我說要等四 四組 好有人說呢 非常的開心 又有好吃的 好大家晚安 其實呢 不吃牛的朋友 這裡有賣其他的麵喔 我們等一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 不是牛肉的牛肉麵 或者是有沒有其他給素食朋友吃的 但是無論如何喜歡吃牛肉麵的朋友 今天晚上不要錯過柔安晚點名這場直播 因為 嗯 相信 應該會還不錯 但是如果呢 吃起來 口感我覺得不太好 我會直接說啦 好不好 因為我們直播嘛 我們一定要老實地重現給大家 但是重點是呢 現在中原告訴我說 柔安上線了目標5000人 現在1200人喔 可能還有一點距離啦 不過沒關係 待會我相信麵出來之後呢 嗯 麵一出來 人一定會往上衝 好 對 謝謝 一位裡面騎喔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人做的滿滿滿耶 坐無需席 難怪剛剛在外頭要等待 好的 謝謝 所以現在已經把我們把麵做好了 謝謝 立刻給大家看看 這就是號稱的總裁級牛肉麵 這種就是 冒著白煙的感覺 是不是非常的讓人實質大動 然後上面看起來 有四塊的牛肉麵 我剛剛本來想說要等很久 但其實店家很貼心喔 知道我在這邊等要直播 所以已經把我整備好了 然後看看這個湯頭 有沒有 是不是很想品嘗一下 那我知道現在大家可能已經吃完晚餐了 但是可能呢 看的時候還是讓人家覺得有點餓對不對 那有沒有還沒吃飯的朋友 不好意思 待會吃呢 看我吃了 有人問我說湯頭好多嗎 小編出來了 就是這一碗總裁級牛肉麵 有人說這個量好像有點少 但對我來說稍微是剛剛好 它應該有比較大碗 然後重點來了 我們來看看 喔 還會加一個蛋是不是 好 現在在我旁邊的是公關 Jennifer 嗨 Jennifer 哈囉 大家好 所以平常也會加一個這個糖心蛋 對 平常會有加這個糖心蛋 對 糖心蛋 哇 好 我們給大家來看看這個 menu 我們待會來吃喔 這裡呢 它的主打款是這一個對不對 總裁牛肉麵 然後就是號稱是 估重力試菜式了百次 我研發出來的牛肉麵 那麼除了這一款之外呢 還有看到這個是 番茄牛肉麵 跟這個是什麼胡椒奶湯牛肉麵 跟這個油鍋麻辣牛肉麵 還有十八羅漢桃 這個是十八羅漢跳牆麵 就是吃了會跳牆的 欸 這一款看起來是速食欸 欸 豬肚 有豬肚不行 喔 所以但不吃牛的可以吃這個對不對 對 它是那個用我們像 傳統洗清潔性 胡跳牆的概念去做延伸 讓我們來店裡客人 如果不吃牛的話 有另外一個選擇 喔 不吃牛可以吃這個 因為當然有網友說他不吃牛 所以這一款就是給不吃牛的朋友 對 還有這個五叔麵 欸 五叔麵是速食的喔 速食 對 啊 太好了 有解有解 完了 重點是這邊喔 牛肉麵 有豬肉也有速食的可以吃 然後大家問我說在哪裡 在信義安合站附近 我們先請Jennifer先坐到對面喔 待會再一起加入 重點是我們現在 大家來看看這個麵 嗯 好不好吃呢 我們現在要來試一下 我先把手機固定 喜奇說好像很好吃耶 看了口水流滿地 有人說要吃完麵吃香蕉才不會胖 真的嗎 我等一下立刻去買一根 哇 大家這樣看清楚嗎 好像有點小糊 我把這個廣角鏡頭拿掉 好 瞬間變大 不好意思 好 大家這樣看得到嗎 牛肉麵料理 好 我們剛剛給大家看過了這個 這個裡頭 牛肉 還有麵條 好 還有剛剛呢 Jennifer幫我們加的這個 這個糖心蛋 還有青薑菜 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呢 到底好不好好吃了 有人問我說地址在哪裡 待會請小編把地址錄給大家喔 在東話南路二段這邊 好 我們現在要開始來試吃囉 現在人數越來越多 即將要突破2000人了 開始試吃 來 大家習慣吃麵是怎麼個吃法 像我自己啊 吃麵的時候我會習慣先喝一口湯 先品嘗它的原味 欸 會辣耶 微微的麻香 微微的辣 花椒 然後炒肚 有一點麻香 花椒 對 這個辣第一口喝下去 不是這個辣 這個湯第一口喝下去 有點辣 但是我個人還蠻愛吃辣的 所以我覺得喜歡這種牛肉麵夠味的人 應該會還不錯 再來吃麵了 麵是個重點 這個麵是選用細麵 是0.2公分的 0.2公分的細麵 好 所以是特別就是經過挑選 我覺得這個0.2公分最容易入口 因為現在的 對 年輕人也比較喜歡吃細的牛肉麵 那針對其他喜歡吃的 寬麵的朋友 我們也準備了0.5公分 都是手工用日曬法去製作的 大家喜歡寬麵還是細麵呢 像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吃細麵 但是我有朋友喜歡吃寬麵 我覺得細麵的口感還不錯 你喜歡吃寬麵還是細麵 有人說明天來試試 還蠻好吃的 可是呢 重點是 行家內行的要吃吃看這個牛肉才知道 我們接著來吃吃看牛肉 牛肉怎麼樣呢 一口吃 牛肉很厲害耶 選用 這個是選用澳洲的牛健心 它是大概半筋半肉 非常的軟嫩 半筋半肉 就是說這個肉有挑過 對 牛健心 那當初為什麼菇中莉會挑了這麼久 它是因為在選什麼材料跟怎麼試 因為每一種藥材中藥材或是香味 或是像我們選用的紅蘭乳醬去做爆炒 都會影響到這碗麵的味道 那讓它那個像花椒 就是讓麻香味 底蘊可以留存在喉嚨裡 然後又不會太讓辣 吃辣的人也會非常的順口 所以當時為了試這個辣的湯 跟這個麵跟這個肉的口感 所以就試了上百次 上百次 這個麵已經就是為了研發 大概三年左右 三年前開始做研發 那試了大概上百次才研發成功 找到最精準跟完美的狀態 好 但是重點來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直播 以上要呈現真實感 光光我一個人吃 說我一個人的感受不夠準 我們現在要找客人來訪問 但是當然如果被拒絕的話有點尷尬 來囉 幫我一下 大哥 吃起來怎麼樣 不錯不錯 你問他啦 他還可以感到比較好 來 不是 不要看我不要走 我真的會活活 沒關係 阿姨跟我們講一下啦 吃起來 那個湯撈要撈乾 我吃到一粒花椒 很可惜 那湯頭跟肉OK 但是麵 我跟妳建議 少一分鐘 麵有一點太軟了 太軟了 泡太久了 牛肉麵 你要讓它那個 吃起來咬起來有那個嚼勁 配上你的肉 就非常搭配 阿姨我真的是遇到行家了 阿姨是行家耶 沒有 哇 所以我先講我是餓伯伯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虛心手比較好 剛剛這個 阿姨你跟我講說啊 就是你其實平常跟這個伯伯都一塊吃遍大江南北對不對 今天也是第一天開幕來試吃 對 對 就這樣子 因為喔 它取得一個膽鬥的腦袋 所以我不煮飯 然後 那 就是 哪裡好吃 哪裡好吃 哪裡去 對 手櫃也吃 多便宜也是吃 對 所以 這個 你叫它煮麵 對 真的 少一分鐘 對 稍微有點太軟 對 所以 你太軟的話 你吸那個湯汁 就不夠 那你如果剛好那個 油精夠 你吃那個湯汁 對 你那個麵 就真的好 你的湯汁好 我必須跟你肯定 湯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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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 稍微再少個一分鐘 對 嚼勁就夠 對 然後你在湯在那個的時候 裡面不要有花椒 不要有那些 料 是 是 因為我們咬到一塊 那要不要常常我們剛上菜 這個 阿姨你說剛剛咬到一塊花椒 是不是比較可惜 對 因為你 你那我覺得說 吃起來有那種 貴族的氣息 嚼到滅乾淨 對 就那個 對你在用湯的時候 你再撈那些 佐料 是是 一定要撈乾淨 對 不然整個吃起來 那我有一點 嗯 貴族 來享受 哇 老闆講比精華還好 是是是 真的真的 阿伯你說什麼 比精華 對 阿伯是老饕 重點是 阿姨你剛剛跟我講 這個肉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肉呢 肉 有一些 那個牛筋入口即化 哦 這感覺很好 肉就是棒 對 像我去新東方 我就覺得它有時候肉不穩定 是 新東方你知道嗎 對 有的時候柴有的時候又筋多 這樣就不好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剛剛好 謝謝謝謝 對 阿伯我看你吃到都要擦汗 哎呦 他吃得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是不是 謝謝謝謝兩位慢用哦 謝謝 謝謝 好 剛剛有沒有看到 我們現場哦 實際訪問客人 客人講得很老實哦 說這個麵啊 稍微要快一點撈起來 可能保留它的那個 原本的嚼勁 的口感會比較好 但是他剛剛同樣也誇讚 湯頭跟肉的感覺 一級棒 好不好 我自己吃的感覺呢 因為我自己很注重 肉質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肉真的是 沒話說 麵的話 我再試一下 但是我吃覺得剛好耶 真的 嗯 我吃是蠻剛好的 好 因為每個人喜歡的口感都不太一樣 嗯 每個人喜歡口感不太一樣 我現在很喜歡吃軟的 我現在很喜歡吃硬的 所以我們這對大家 好 所以正常的狀況裡面 會出現花椒嗎 它本來就是用花椒去熬製的 可能剛好小小的漏掉了一顆 我們沒有撈到 嗯 是 這個是加進去 還好可愛 都可以 看個人喜好 有的是喜歡乾吃 有的是喜歡加進去 可以先喝看看 原味的湯汁 對 原味的湯汁 喝原味湯汁之後 對 然後如果喜歡 有酸 酸香味 鹹香味 再放進去 酸菜再加進去 剛剛那個客人 已經在問我們Jennifer 吃法了 可是今天重點來了 大家想不想看 我們來直擊一下廚房呢 Jennifer我們可以直擊廚房嗎 嗯 現在可能有點 有點忙碌 今天因為剛第一天剛開幕 對啊 好可惜喔 大家想不想看廚房 想看廚房 喊生幼 要喊生幼才有喔 呵呵呵 求求Jennifer 讓我們看看廚房 大家想看廚房嗎 好 有 有人說想看 好 好 那我們因為 饒 有 多好 柔啊 跟大衛網友 苦苦的哀求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到廚房去做一個直擊 好啊 真的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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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這裡 我們現在帶廚房 帶廚房 廚房 廚房真的是毫無保留 什麼小秘密都在這裡了 所以今天Jennifer很大方 開放讓我們看廚房 對 因為是非常的安全跟健康 天然手工的面子 你們有自信嗎 對 我們很有自信 所以也沒有在怕 好不好 對 那等一下要直擊囉 是 Jennifer其實我平常是跑社會的 等一下我發現什麼小東西 我就把它挑出來了 哈哈哈哈 尷尬了 哈哈 好啦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OK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囉 好 真的是非常的忙 很多的 我們這邊先看到的是那個 我們的乳酪南瓜 好 這是配菜 對 三格配菜 配菜 有 剛剛有配菜 對對對 好 這就是你們的糖心蛋 糖心蛋就在這 我剛剛還忘了吃到糖心蛋 要用餡才會切得漂亮 才切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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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的蛋黃會 因為它的蛋黃會 因為它的蛋黃會碎了 所以這個是特製的機器 對 切蛋黃 用糖心蛋來做使用 哇 它滷得非常的油亮 入味 然後裡面糖心才是軟嫩軟嫩 非常軟嫩軟嫩 好看 重點是喔 我真的也蠻愛吃糖心蛋 其實很少牛肉麵 在牛肉麵裡面放糖心蛋 對 我們堅持 因為糖心蛋 我們食作非常的好吃 很入味 所以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在我們總裁牛肉麵 跟總裁五寶麵 牛肉麵裡面 都有這個糖心蛋 都有糖心蛋 好 那我們現在繼續往前面 繼續往前面這一站 那我們現在看到是那個油鍋餛飩 這邊 這個是餛飩 對 油鍋餛飩的製作 這看起來好辣喔 這個是麻香 麻香麻辣 我們特殊的麻香醬 都可以拌了 好 是 我們師傅可以拌的 可以拌 哇 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裡面有少許的紫蘇葉 謝謝師傅 謝謝 這麼忙還跟我們介紹喔 來看看 這個油鍋餛飩 一般吃起來如果吃得不好的話 它會有一個胡椒的苦味 那這個油鍋餛飩 吃起來一點都不舒服 它可以有這種麻香 辣味 好鮮香味 關鍵在於溫度 溫度一高 溫度一高 它馬上就會出現 香料馬上就會出現 它完全沒有苦味 對 好 所以來看到這個 就是有點類似紅油炒手的感覺 是是 但是非常的入味 對 來上菜 謝謝 謝謝 我剛剛發現大家好像 這個糖心蛋討論這麼高欸 那我們再給大家看看糖心蛋好了 像你們這個是切失敗的就不會賣 對 就不會賣 所以這些切成功的才會賣 就是 才賣出去 對 就是有切好的才 欸這個蛋經過怎麼滾 平常是在哪個滾 我們就是 我們在飯店會先煮好 然後送過來 OK 好 還有炸豆腐 對 好 稍微閃開一點 這個是 番茄羅宋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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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一塊 這個 有洋蔥 洋蔥 西芹菜 牛番茄 好讚 馬鈴薯 番茄羅宋牛肉麵 這是用羅宋湯的概念去做成牛肉麵 聖南羅武寶雞麵喔 我覺得阿 如果喜歡吃蔬菜的朋友們 可以選擇這個羅宋牛肉麵 因為它裡面有番茄有 有這個洋蔥 我覺得還蠻兼顧健康的 而且感覺料非常豐富 是不是加了番茄的洋蔥 還有一個麵 好吃的來看到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五寶牛肉麵 總拍五寶牛肉麵 它裡面有牛的 有雪花 雪花 這個是用牛小排的部位 然後當然我們心靈狠的 龍心蛋 還有牛尾 牛尾 牛肚 牛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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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尾 然後牛腱 牛腱 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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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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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牛筋 是 是 這是你們的麵了 阿 這個不能拍到 阿糟糕拍到了 拍到了 這個不能拍到 大家千萬不要解肅喔 我們剛剛什麼都沒有看到 因為你知道 這其實是有一點商業機密啦 就是說現在 大家知道 牛肉麵這種東西 客家都在推 剛講過精華牛肉麵 然後圓山飯店現在還要推牛肉麵 所以這真的是商業機密喔 用哪一種麵怎麼煮 不能說的秘密 今天能夠讓我們開創 手工麵兼直擊廚房 不能再曝光其他的秘密 今天能夠讓我們直擊廚房 我們已經就是非常感恩了 給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比較寬的寬麵了對不對 這個是0.5公分的寬麵 它吸了湯汁之後再練個五塊 好小心喔 好小心喔 謝謝 那前面這邊呢 這邊是那個牛肉的湯 牛肉湯 對牛肉麵的圓湯 它是燉煮過 對 好 好 這是 是兩個塊麵而已 雪花牛肉 好 雪花牛肉 好 謝謝 這個無法帶一個跳牆喔 搞定 可以看一下師傅正在煮麵 師傅正在煮麵 對對對 待會會把它煮麵 我們來看看 現在正在煮麵的青菜 待會我們來看看一碗麵的滯愁 需要費什麼樣的功夫 這裡面牛肉麵最便宜的180嗎 對 然後到380公分 剛剛剩那碗是280公分 剛剛剩那碗是280公分 我剪好了 我剪好了 好 試問一下 好 有人問我說廚房熱嗎 超熱 但是 可以見得 這個廚師 真是非常辛苦的 可以做 好 現在有人說 這個寬麵好 有人說好像很好吃耶 不知道味道如何 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天開幕 因為我們今天是第一天開幕 西天有全面九折 那如果打卡的話 我們到8月31號之前 打卡 上傳你跟牛肉麵店裡面 任何一個小菜或是牛肉麵的合照 我們就立刻每個人送小菜一盤 烤麥有處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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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點是我們剛剛加的這是什麼 這是紹興酒 紹興酒 紹興酒 你們的牛肉麵有加紹興酒 這個都叫點香 它藉由一點點熱氣跟香氣 我剛剛是稍微看到Jennifer的表情 有點錯愕 想說怎麼會把紹興酒講出來了呢 是是是 開玩笑的大哥 開玩笑 好 不能說的秘密 剛剛裡面添加了什麼酒 不要記起來喔 剛剛絕對沒有聽到 沒有聽到是加了什麼 好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在廚房集集 大家都有那個商業秘密 不能說 好 我們現在在等了 現在還在等什麼 這麵的熟度 麵的熟度 所以你們有測試大概幾分鐘要撈起來嗎 大概三分鐘左右 三分鐘 雞麵法補 然後看麵的門 喔 好 沒有問題 雞麵修 所以這裡就是剛剛看到 像是五保牛肉麵 就有這種雪花牛跟牛雜對不對 對 好 下面囉 好 好 好像超過三分鐘 好像超過三分鐘 雞麵 沒有多一分鐘 有人說他選細麵 我也選細麵 有人說番茄羅宋看起來非常好吃 五保 五保 沒有錯 好 好 所以先加好料麵跟菜 然後再加湯 好 湯又來囉 湯又來囉 哇 看起來就是讓人家許舉大動呢 小流說好想吃喔 想尖叫 好 可以上了這個 謝謝 謝謝 其實喔 這個廚房真的是非常忙碌喔 今天可以讓東山新聞透過直播來集集 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喔 現在有人說呢 欸這個 有人說這個 開車喝到這個1.9 沒關係吧 一甜甜還好 等一下 熱氣散了 熱氣散了 它就蒸發 它酒精就蒸發了 對 重點是要提醒它那個香味跟味道 這個動作要點香 OK 叫做點 叫做什麼 點香 什麼是點香 就藉由熱氣把薑汁的味道散發出去 他在你再說一次 你說什麼 點香就是藉由食材的熱氣跟湯的熱氣 然後讓調味料的味道散發出去 噢 噢 哇 這是一個小佩服欸 就是說 加了這個 酒之後 然後藉由這個 來把這個的味道提出來 對對對 有點複雜 哈哈哈哈 懂得吃就好 我們不要隨時這麼多 來佛跳牆來喔 來佛跳牆 佛跳牆是什麼 噢 這是你們的另外一種麵 叫佛跳牆 噢 這個是豬肉而已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不滿心牛肉的 當朋友 就配點這個 欸 這個是佛肉牆欸 大家有沒有看到有芋頭 有豬肉 然後有 鳥蛋 鳥蛋 欸這一碗多少 佛跳牆多少 佛跳牆 兩百多塊 兩百多塊 好 謝謝大家 不敢吃牛的朋友 可以吃吃看這種佛跳牆豬肉麵 看起來也蠻不錯的 好 我們繼續往前面來走囉 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看到這個糖心蛋 每一片每一片都切得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 對 那就是因為呢 是用這個刀 這個器材 線的這個器材來切的 用線來切大 才會切得漂亮 好 再到一個寬的蘿蔔 這是我們先來看 喔 這是配菜 就是配菜 這裡比較多了 對這裡比較涼 因為這邊需要溫度比較好 所以你們就會從前面開始裝好麵 然後再到這個前台這邊來送出去 來出餐 來出餐 是 好 這個就是我們佛跳牆麵 佛跳牆麵 對 有人說這一碗看起來很厲害 對 佛跳牆麵是220塊 跟剛剛那個 220塊 番茄羅宋是一樣 是220塊 所以 欸我發現啊 現在討論度比較高的反而是 番茄羅宋跟這個佛跳牆麵 因為他們覺得看起來很豐富 對 而且剛剛一直有人說 哇 這個番茄牛肉麵看起來好好吃喔 因為像我自己啊 我也覺得番茄牛肉麵看起來超好吃 就有微酸微甜 然後有洋蔥的甜味 對 然後又 有牛肉的湯頭味 因為像女生可能有些人比較喜歡吃蔬菜 所以就會希望有一些蔬菜是在這個湯裡面的 而且番茄啊 我覺得配湯超好吃 超好喝 超好喝超好吃 好 重點是剛剛也有人在討論這個 這個就是番茄牛肉麵喔 就是不敢吃 因為我的朋友可以嘗試 對 然後他其實每一道麵都會在送什麼 呃 只有我們經典款的 牛肉麵跟五保牛肉麵有送小菜 那五保牛肉麵還有送一杯 小杯的紅葡萄酒 好 對 剛剛有人一直問說 這個地圖在哪邊 大家看到 這個就是番茄牛肉麵喔 好潤度超高的番茄牛肉麵 這個就是番茄牛肉麵 其實這個是叫做牛肉麵 對 它是一個牛肉麵 哇 它正確名稱 到店裡可以指定一點這個麵 可以指定一點這個麵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吃了喔 大家知道这个厨房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热 但是呢我们刚刚牛肉面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我们刚刚有吃过一开始 但我们现在呢 如安要继续把这碗牛肉面吃完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地点在哪里的话 我们的网友幸福其实很简单 已经PO上来了 在大安区东化南路2段63项53路3号 谢谢这位网友 你看看这位网友叫做幸福其实很简单 其实呢这个有网友刚刚说了 这个网友就是 他的名称也是 平常也会送这个酒 有我们这个是迎冰醋 迎冰醋 对迎冰醋 这个是迎冰醋 所以醋的功用是让吃完牛肉面之后 味道消除 去油解腻很重要 所以吃完这个面还有送一个非常贴心的这个 醋哦 迎冰醋 那我们醋有 maybe 随着季节不同变化 有牛芳醋 香蕉醋 嗯对 然后草莓醋 或是玫瑰花醋 随着季节孙夏秋冬的变化 1.4G去做一个不同的改变 超饿的 下雨乐说他终于赶上了 好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刚提到的这一碗面 糖心蛋牛肉 加上这个细的面条 还有青江菜 还有三个小小的肥菜 脸头南瓜 酸菜 这一碗呢 现在呢就是在网络上 好润度非常高的 总裁集牛肉面 喜欢的朋友 喜欢美食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哦 也请大家现在赶快check 你身边喜欢吃美食的朋友 好 有人说没有人知道确实的价格吗 因为它每一款面种的价格都不一样哦 是在180元到380元之间 像荣安吃的这一碗呢是280 但是你刚刚看到的番茄牛肉面是220 然后还有什么头跳厂 头跳厂面都是220 对 头跳厂也是220 所以每一种面的价格都不太一样 小编帮我们贴上了 价位是180到380块 那么待会地址也会贴上去 给大家来做参考咯 然后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柔安晚点名 赶快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还有check你身边喜欢吃美食的朋友咯 大家晚安